新款手机销量低迷 新款手机销单现象早有发生,产业院上的代工企业、经销商、零部件与营商均受到影响。 今年初,就有消息称,FoneX销售业绩低于预期,导致苹果决定削减今年一季度产量。 苹果要求供应商将今年一季度的产量从去年11月份的4000多万部削减一半。 其供应链零部件供应商也出现报价和停产的情况。 有消息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,苹果在部分渠道发布的新款手机的销量增长存在不实的情况。 实际上,在最近一年里,即行推出的几个型号的手机销量分数全面放缓。 目前,苹果已对外宣布,将不再提供有关其关键硬件产品的销量数据,高价策略失灵苹果为何不受欢迎了。 日前,有消息称,第一手机研究院从可靠取到了解到,目前苹果已对与其合作的代工商富士康砍掉10%的FoneXS Max订单,同时其还对核硕砍在10%,减少10%的FoneXR订单。 对苹果依赖达达的富士康或最先受到影响,这不是业内第一次传出苹果坎单的消息。 此前,由于今年第一季度iPhoneX、iPhone8以及iP、Home8Plus的零部件订单较预期,低15%至30%, iPhone供应链零部件供应商面临被播放长假,一些零部件供应商甚至出现了暂时停产。 苹果的内存、摄像头模块、3D反感模块的部分上由供应链厂商,也被提醒要控制库存。 以应对订单下滑的影响,苹果公布的新一季度财宝显示,其供卖出4690万台iPhone手机,几乎与去年同期的4670万不持平。 而iPhone的营收位371.85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的288.46亿美元增长29。 第三季度,iPhone的平均售价从724美元提高到793美元,提高价策略正在发挥作用,然而却没有赢了市场。 在销量至上的情况下,苹果实施的新策略,是提高代价来保证利润。 然而法力创新力,让苹果新款手机的高售价,并未获得了外界应可。 苹果发布的更贵的新品iPhone Nexus系列上市仅几日,就跌破了发行价。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,今年9月份PhoneXS Max的销量仅为48万台,PhoneXS的销量仅为8万台,远低于苹果和业界预期。 业内人士认为,苹果的高价策略,在中国市场已经行不通,由于较高的价格以及缺乏有趣的创新,苹果新款手机的市场需求受到极大影响。 而如苹果不能拿出创新性的产品,这一切,像还有可能持续,苹果产品创新与价格定位,并没有契合当下消费者的心力需求现状,口碑受到影响,与国产手机相比性价比不高。 苹果将在中国市场,乃至全球市场,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迷期,富士康或被破财源代工厂用人乱象再起, 而苹果遇到的麻烦还不止于此。 近日,有消息称Apple Watch,重庆广达电脑带工厂广达,存在违法雇佣学生工人情况,同时还要求学生工人尝试工作。 香港劳动者维权组织SACOM对广达电脑工厂的28名高中生进行采访,这些学生表示,他们都是被学校老师送去工厂实习的,但从事的工作却与其他组装线工人一样。 经历加班,上业班,SACOM指出,这两项行为,就违反中国劳动办法。 苹果此前就曾因为用工问题,而遭到劳工维权组织的指责,公司共调查了约500家供应商的工厂,其中独次发现同工,另有数百家工厂,并未合理支付加班工资。 富士康位于郑州的iPhone组装工厂,去年也被保违反劳动法,而苹果和富士康随后都承认该工厂被罚聘用实习学生加班工作,他们也均表示将终止这种行为。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彪表示,苹果的代工厂屡日发生问题,与双方的管理不当有直接关系,大部分代工厂存在环境恶劣,本城,员工职业病刚发等问题。 由于人数众多,人员复杂,部分工厂的管理过于僵化,缺乏人性化,部分学校每年向工厂输送一些学生进行实习,这是市场惯有的现象,但强制实习行为涉嫌违法,除若此现象频繁发生,企业和学校均有不可逃避的责任。 感谢观看